好了,今次講Chicken carving 這些熟的雞是用來偷懶用的 買一隻回來,你可以吃三至四餐 視乎你吃多少 首先,手先開蓋 它養出來之後,你先去用簡易洗手 然後用紙巾抹乾 記住手要很乾淨,因為你會直接拿到雞肉 第一件事,就是雞腿 這裡有一個組織 好像幫它做手術 雞腿已經拔出來了 這個就是雞腿 你切的時候,你就知道超市 像雞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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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腿 分開的 兩隻手拿不怕,因為你的手乾淨 記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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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呢 把雞腿把它拔過來 立即斷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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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呢,把雞腿打側身 把雞腿打開 雞腿打開 你看著 不用切 用力撕開 整個雞腿打開 看到嗎? 好嗎? 好嗎? 這樣就已經一頓了 你如果 預備定 譬如你一隻雞 你打算吃四餐 你就做定 一個碟 現在吃 然後三個盒子 好了 這裡呢 雞腿上面 就是平常 我們所謂的雞腿 雞腿的上半部分 OK 雞腿放在上面 嘩 吃到那麽多 先放在這裏 OK 講錯了 那不是叫Jumpstick 那是叫雞腿 OK Chicken Jumpstick 是這個 剛才那個 這個是這塊 雞腿那個 好了,那這裏呢 反過來,剛才這裏呢 就是Chicken breast 最瘦那裏 西人最喜歡那裏 那裏呢,我就用叉 因為怕切到手 好像片那些火雞那樣 OK 一塊塊,分開它 記住你的手是乾淨的 所以切一下就可以用手撕它 好了,還有Skin OK 切一下 我喜歡雞胸肉 雞胸肉 這是你今晚的 用手撕也行 OK 它熟了之後 整隻呢,它會散散地 基本上,這樣就行 OK 那你如果有幾個 container 這樣呢 分開它 分成幾餐 那你可以呢 這些雞肉白的那些 浸在那些汁裡 那些汁好味的 浸一下都可以 OK 好 記住呢 現在這隻手是碰雞的 不要去拿其他東西 OK 電話響 不要去聽 做完先 好 它通常的雞有大小的 剛才這隻Walmer 這隻12.9.9 是大 叫Jumbo OK 有些小的那些是9元 除了你的 好了 這隻Jumbo那些呢 我發覺呢 給大家看一下 有多少 這裡一大碟 跟著這裡一碟 這裡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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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多 OK 你一個人吃 吃午餐都是我懷疑 OK 先做了 好了 還有一招呢 給Michael 因為Michael喜歡吃粥 這塊雞骨呢 不要丟 譬如現在你做完之後 分了幾餐之後呢 拿個烹飪 拿半碗仔 半杯仔米 煮兩碗粥 煮一會兒 煮了大概十分鐘 開始滾了 就這裡一碟 連上雞骨殼 連上那些汁 全部倒進去 包你的好吃 變成雞粥 OK 真的 不過因為呢 我們今天沒有玩這個 所以留給Michael自己在英國試 OK 那個Rose Chicken 那個骨是最好吃的 好吃的 你就這樣買個雞 放進去 OK 好了 那今天呢 就說了這麼多